我想应该大家都已经变成是一种常态 像WhatsApp 其实有些公司 直接配置为你手机给员工 为什么 因为要省钱 电话费 还有比如说传真机 现在没有人这样 很少这样传真机 因为你WhatsApp或Line 拍照之后 传回去公司 公司就马上可以看到了 像我们有时候在监考 有时候画面有问题 那这个画面我不知道说 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要跟可能总公司那边回报 那怎么告诉他 拍个照传给他就好了 他直接再回传告诉你该怎么处理 不然的话以往就很麻烦 OK 大概是一些应用部分 我觉得就是你要经常去用 然后你要对这个东西有一个feel 你不要一直用那个旧时代的观念 PC的观念去看App 那当然就是格格不入 你要去了解他上面有哪些sensor 不是键盘滑鼠 哪些你设计出来东西符合现在一般的需求 那其实也不用太复杂 慢慢可以构思出一些东西啦那商就是商机所在 OK那再来就是有关于那个相关的统计数字那目前使用最多的国家里面呢当然台湾是排在第三第一名那韩国香港那其实App的竞争力也是一个一个重点未来这部分只会成长不会下降 那还有就以色列啦丹麦这些国家 那前一阵子有一个例子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就以色列有一个13岁小男孩 他发了他他他写了一个App 就是躲那个空袭警报的App 红色警戒 结果他们几乎全国的人都download了13岁的小孩小朋友就写了一个App 那这个App很简单因为巴黎斯坦不是发射飞弹 就像呢现在是没有啦 如果中国在那边发射飞弹 我们不是爱国者飞弹会拦截 那如果爱国者飞弹它升空的时候 它会跟网络它会丢一个讯息 service出去 那它就是接收这个讯息 然后呢它的App就接收到会马上发布给他们的人知道 他们不叫爱国者飞弹 他们叫另外什么金盾还是什么 也是类似拦截飞弹的这种 那总会有lose 上去有那就没事 如果lose掉的话那可能会造成死伤 所以他们他这个App就是去接收那个讯息 然后让大家都赶快去躲空袭警报 一个13岁小男孩 现在全世界人都认识他 所以你说写App 有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那现在下载的 你看才一百多 Android大概才三十几万个App 可是它的下载次数却破了一百亿 所以你看平均随便一个 下载次数都是破万的 也就是现在你随便丢一个上去 就一窝蜂的人会去download 因为现在的App太少了 所以你可以去构思一下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大家去download你的App 然后你只要做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的一个功能 比如像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它只是去接收一个讯息 然后发布一个讯息出去 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去想太多 甚至你可以去接收Google提供的免费的一些讯息 把它发布出去 让大家知道就好了 像最近最夯的那个什么 现在房子 实价登录 前一阵子 实价登录 那就是政府有一个实价登录网站 我们其实直接抓它的实价登录网站的讯息 然后你就是知道它的坐标之后 再来就是秀在Google Map上面 再来就是说告诉使用者说在这个地方卖多少钱 那这样一个App 你如果放上去下载次数也是非常的高 会不会很难写 其实并不会 你只要懂得去解析XML 或者是Jason得适的那些 然后再放到你的Google Map上面去 就可以了 而且像这样的一个App写出来的话 我跟各位讲 如果在座的同学写出来的话 你的工作已经有得到保障了 而且你这个App将来的商机无限 这个会不会很难吗 其实不会 主要动到脑筋 钱就进来了 所以甚至有一些 根本不用看22K 很多小朋友 他懂这些App 他根本就不想去上班了 他养了几个App之后 就在家里收钱就好了 其实像Google的策略是长远的 就是它不是一次买断 像Apple是一次买断 比如说我就买了 那上面我不会放广告 可是如果free的话 那我可以放广告 那广告的数量就是一直增加 所以如果有人去 他的那个 比如说观看次数也可以获利 或者是点击也可以获利 他有个计算的公式 可以跟广告商那边做拆账 那另外我觉得这个 这个的获利其实还算是少 最大的就是你的知名度 你如果说有些东西 你App这方面你有下载的量 你有一定的知名度 你去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你是求职 那你就很OK 或者你去其他 自己去创业 其实也是一个方向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东西 对 OK那我想这个大概先 我们先讲到这里好了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